8月雞車王杯精英組100cc的Final 3決賽 看看排位先 排頭車的是42號的胡耀江 二車張敬宇 三車Only了 四車的中 五車Wayline 在內有 Justin 七車是Dennis 八是Alex 九是Tesla 十車是Dotan 十一車是Albert 十二車是Eric Ho 十三車見到何書偉 十四是Mo 十五是Simon 排到最後的就是22號16位的Benny Wong 安全車離開了 預備起步了 十六部車一起進來直路 六旗一輝現在正式起步了 首先彈出的就是排頭位的42號的胡耀江 緊隨其後見到張敬宇 Only了 的鐘 都上得很快 要入第二隻彎 整晚射到 有少許意外 後面幾部車全部掉了 首先看看 似乎40號的Mo 就炒出草地了 不過沒關係 可以繼續比賽 看回頭車 暫時領先都是胡耀江 張敬宇再數下去 Only了 的鐘 到第一個圈回到大直路的時候 看看視序仍然都是胡耀江 第二張敬宇 嘩張敬宇這個時候抽頭佬 一抽了 接到內蕩的時候 看看第一個彎 有否覺得是一個 就過了胡耀江 現在再順的排名 就已經是張敬宇第一 胡耀江第二 首隊的第四圈 似乎一直下來都是這兩位 很有經驗 又駕駛得很好的車手 包括頭車張敬宇 二車胡耀江 他們在上個月的屯門 鑽石雞湯杯的比賽 都是包攬了一二名 一路鬥下去 到第六個圈的時候 仍然這兩位車手 已經是拉開了後面的車群 都相當遠的距離 鬥到第八九個圈 仍然是他們兩位鬥緊 看到鏡頭下面 有一位似乎是快被人 慢一點的慢車 究竟會否阻礙著 可以幫到 暫時排第二的胡耀江 去到第十圈的時候 看到前面 準備拉開這輛慢車 首先張敬宇在內檔 偷了頭過的胡耀江 被慢車抵著後面 怎麼辦呢 撞三彎 一個APEX一出來的時候 沒錯 張敬宇在這時候 趁著這個慢車波波 這樣就稍微領先了 胡耀江再遠一點 去到這個大概五個車位的距離 這裏大概都有一秒 甚至一秒多一點左右 進來直路看看 張敬宇非常之好 可以給這個慢車波波波 更加拉開出距離 兩個圈之後 去到最後一圈 胡耀江亦拼盡 去到最後的努力 看看有沒有機會過回 去到撞三彎 仍然想找位偷頭過 嘩 這些彎真的貼住 兩輛車一路這樣回來 胡耀江究竟有沒有機會 去到最後一個捷徑的時候 似乎想抽頭 又是不夠位 始終也有兩個車位的距離 似乎機會就不太大了 已經進到最後一個彎 好了 看看張敬宇可否穩穩 穩穩穩穩 沒問題 好了 回到頭車 是這個張敬宇 二車胡耀江 三車是RXD 四車是TESTERLAM 四車 不太大 倒極了 請看 一口 壓力 呼吸 高尾 交給 六車 與 百貨 交給 思考